首長提到說 現在又喊說 什麼要進入第四級警戒 我都覺得這些都是無謂的 你覺得呢 因為侯友宜認為要高度管制 這種低度活動 宣布試同準四級警戒 我稍後當然要馬上要秀出 在高雄的人會醫院 亞東真的OK嗎 他們說五到七天之後 醫護人員進行第二次的採檢 那亞東醫院這樣子OK嗎 亞東目前維持的緊急處理 有真的可以確保 第一線的醫護人員降低他的風險嗎 高雄的人會醫院馬上秀給你 來 所以你認為侯友宜做這樣的宣布 視同準四級 羅醫師你怎麼看 現在要多做少說 讓國家指揮中心才處理 剛剛講的 如果說我們現在地方的首長 連社區的篩檢站 都還沒有把它創設出來的話 那麼講到第四級要做什麼 事實上民眾今天 在台北股市的表現 已經展現一個決心就是說 大家覺得說要努力把疫情守好 但是大家也渴望一個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經濟 所以如果這時候喊到說要去市集等等 我覺得是昧於實證的一個狀況 不需要下民眾 只要按照目前的一個疫情 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把它完成就好 其實現在全台的一個住院 已經調整為 只要是要住院都要先做篩檢 因為如果到後來才發現 那就太晚了 之前因為社區的病毒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量 都來做件事情 但是現在已經有這麼多的實證 告訴我們說 病毒進到社區 上次到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 那亞東醫院這個案件告訴我們什麼 其實就像過去的SARS 過去的MERS一樣 這個病患它是從急診進入的 所以現在發現什麼呢 發現曾經跟它同時 在統一病房住院的人 或是隔壁病室的 為什麼隔壁病室會有 因為聽說它有到走廊去走一走 也許會有些飛沫傳染 還包括什麼 包括曾經跟它在急診室隔壁床的人 其實都懶疫了 所以你知道說這一支 英國的變種病毒 它的傳染性很高 那我們本來原本期待說 護理人員能不能在很好的防務之下 就能夠全身而退 現在看起來 有兩名護理人員呈現陽性 所以我們會擔心 因為這一次 這個病毒來得又急又快 那剛剛博爾有講到 亞東醫院是整個新北市 最重要的醫療量能 所以我們不能夠隨隨便就放棄 我們要盡我們一些努力 讓這樣醫療量能夠維繫下來 這有就是可以回歸到 我們剛剛說的 為什麼社區篩檢站變得非常重要 為什麼在目前看到中和有開始 因為華中橋連接的關係 有很多確診個案 社區篩檢變得是非常重要 各位現在社區篩檢 我們已經有快篩的這些工具 我們有配合的民眾 我們甚至有320位 甚至今天更多醫療人員願意挺身而出 來加入篩檢行列 現在只剩下一個命令 只剩下一個決策 我們就要趕快來執行 如果你不在社區做這樣的篩檢 難不成希望所有人都衝到 亞東醫院急診去做篩檢嗎 那我剛剛講了 就算說我們盡最大的努力 也沒有辦法把所有確診的人 但第一次就全部篩出來 有一些人一采是陰性 二采是陰性 到住院才是陽性 所以禁人士聽天命 我們總要把人士先禁好 換言之 如果現在台北市 已經在這幾天 雖然是一邊做一邊兵荒馬亂 慢慢塵埃落定有四五個篩檢站 我就覺得新北市人口這麼多 疫情這麼嚴重 各位不要忘記 今天疫情最嚴重是新北市 新北市個案已經超過台北市 而且跟各位講是說 原來的萬華已經降溫 萬華塞出來個案已經減少了 換言之 從萬華到板橋 到現在說的中核 整個病毒已經開始在蔓延 我們今天看到亞東醫院 它只是一個 一開始的一個爆發點 我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 在全台灣任何醫院又發生 也就是說 現在我們一定要把醫院量能守護住 那至於有一些民眾會說 如果有一些確診 在這個時候沒有辦法全部擠到我們說的 原來高標準的腹腰隔離病房 放在我們說的集中檢疫所怎麼辦 我跟大家講 集中檢疫所不是像方艙醫院說 放在那邊讓你自己做體操 自己跳跳舞 然後就讓他自求多福 不是 我們的集中檢疫所是說 有些病患他是確診 但是他不需要非常積極的治療 他不需要氧氣的供應 他也沒有發燒也不會病情惡化 我們在那個地方用一個比較保守的一個方式 也是專業醫師在守護照顧他們 那我也跟大家報告說 這些人力現在在基層醫師 以及醫師公共權力位的一個籌劃之下 從去年就在運作 也都有很多人願意挺身 我自己都已經參加了 我都報名參加 所以這是國家的一個危機從黃之秋 所有人都會進去去做 那這些民眾 如果在 親战的民眾 在集中檢疫所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 可以給他一些我們說的穿戴裝置 隨時去監測他的一個血氧濃度 是 也就是說當病情有變化 還是馬上可以回復到我們說的 專責病房 甚至是負藥隔離病房 那麼剛剛講的 數字不重要 後面怎麼樣去做配套 怎麼去準備 把後面的醫療行為把它弄好 這個是現在關鍵的時刻